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萧萧主播新闻 我是詹姨姨 由淡水区公所煤和淡水房屋业者 提供经费与在地有机小农合作 未来每个星期将有机输果 供给淡水三个里的共餐活动 包括油车里、北投里以及竹尾里 要让长辈们越吃越健康 新北市政府推广长者共餐运动 已经超过六年的时间 为了要让长者能够一起走出户外 许多社区都早早开始举办共餐 不过要如何办才能够让长者吃得开心又健康 由淡水区公所煤和淡水永庆房屋业者 提供经费与在地小农合作 未来将会每个星期供给淡水三个里的共餐活动 包括了油车里、北投里以及今天的第一站 朱威里 我们本次赞助这个活动的用意是在推动老人共餐的部分 那也希望说结合在地小农 然后把有机蔬菜给让这些老人们吃得更健康 也把有机蔬菜推广出去 那我们永庆不乱产这边淡水三品牌连麦也希望说 能够取自己淡水、用自己淡水 以后我们的老人共餐每一餐都有新鲜 而且非常的具有卫生以及有机的蔬菜 给我们的老人们用餐 那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有爱心 永庆房屋表是早在去年就与在地有机小农合作 一起推广有机蔬菜 不仅是在各公共场所协助贩卖 这一次更将顶田辽有机农场的健康蔬菜 送到里长共餐活动当中 而且配合共餐活动时间 每个星期都会提供15台金左右的健康蔬菜 让长者吃得健康 对此区公所也希望未来可以 埋合更多里的共餐活动 淡水的这些有机蔬菜的顶田辽农场 他们所生产的 还有在地有机蔬菜业者 他们生产的部分 他们把这个有机蔬菜提供给我们淡水的这些独居老人 来做共餐的使用的蔬菜材料 那目前有没合了三个礼 那我们希望后续能够找到更多的礼能够加入 让个礼能够吃到有机蔬菜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健康 区长表示共餐活动不只是让长者走出户外 现在更能够吃到在地生产的有机蔬菜 对此里讲也相当感谢业者与小农的付出 而今天首赞就送到竹尾里 每个星期都会提供充足的蔬菜 没有期限 让长者越吃越健康 记得许多音乐设计创办法到